也创下5月解封以来担任新高 不过42岁的总统马克宏 却跟67岁的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基 到地中海度假 马克宏被直击帅气骑着水上摩托车 被网友很酸说 难道是要骑水上摩托车来对抗新冠病毒吗 法国担任新增266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创下解封后新高 各界担忧第二波疫情就要来袭 但这关键时刻 总统马克宏人呢 帅气骑着水上摩托车在海上奔驰 原来42岁的马克宏和67岁的妻子布丽基 是到地中海度假 两人悠闲在游艇上享受美好时光 却被狗仔盯上 照片跟灯上杂志封面引发议论 不少人批评马克宏 疫情都死灰复燃了 还有心情度假 更有人酸马克宏难道是要骑水上摩托车 来对抗新冠病毒拯救世界吗 不少法国警察就在街头加强取缔 一看到没脱去口罩没戴好的民众一律零容忍 直接开罚130欧元以上 约合台币4500元起跳的罚金 眼看法国疫情转为严重 英国也宣布从15号周六起 针对入境的法国旅客需强制隔离14天 另外原定4月举行的巴黎马拉松 主办单位一度改到11月举行 但评估疫情短期内难以达到可控状态 于是忍痛取消今年的赛事 记者综合报道